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這邊請打十顆星 因為考試的機率很高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第一小題 他說 f 個子等於 x 二次方-3 個子平方 然後又要求他的一次微分 好那這題題目你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第一個像你只要看這種題目 某個多項式的平方的時候 你要記下來他的解法是 先針對外面先做微分 微完以後再乘上裡面的微分 要記住哦 所以我們先把外面次方的2 先沉進去 先放下來 2 然後裡面先造鈔 就是 x 平方-3x 好那因為這是 2 次方 所以 2 減 1 我先慢一點好了可以看到 2-1 次方 這個就是基本的微分 就是外面的微分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算完之後還沒結束 裡面也要做微分的動作 所以裡面的微分都好 x 二次方的微分是 2x 減掉 3 ok 所以結果就變成是 2乘上 x 平方-3x 乘上 2x 加 3 ok 那但乘開就已經答案了啦 那以這邊的講話 只要求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好就第一小題 ok 好那第二小題的話呢 難度就又更高一點點了 因為 它的多項式是在分母的部分 那這個題目呢 根據剛才前面講的方法呢 老師建議你是先把這個部分呢 先寫成 指數的形式呈現 所以應該是 x 平方-2x 減 1 的-1 次方 因為它是在分母對不對 所以在導數這邊 ok 好 這個寫完之後的話呢 就很簡單啦 就針對它幹嘛 做微分的動作了 好 第一個也是一樣 先針對外面圈做微分 好 所以應該是-1 乘上 x 平方-2x 減 1 然後呢 這裡應該是-1-1 ok 然後算完之後呢 裡面也要做微分 這裡面是x 平方-2x 減 1 所以微分的結果應該是 x 裡面的微分是2x 加2x 的微分是加2 好 那-1 的微分就是0 ok 好 那麼這個算出來呢 就得這個答案了 ok 那當然你要寫得漂亮一點的話 結果應該是多少呢 好 結果應該是等於 這裡不是-2次方嘛 所以結果應該是 x 平方-2x 減 1 的平方 因為這寫的是-2次方 所以應該是倒數的意思 ok 然後上面的話 你把那個2提出去 然後還加這個負號 所以應該是-2x 加 1 當然你如果說不要把它提出去 其實也可以 ok 好 這是第二小題的解法 可以了 這裡看一下 好再來我們看第三題 題目是 根號5-2x 做微分 好 那這個題目也是一樣 跟剛才上一題的方法 是大同小異的 基導這邊寫是 5-2x 開根號對不對 也是一樣 先寫成那個指數 次方形式的呈現 所以應該是 5-2x 的 2分之1次方 好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就接下來呢 在針對它幹嘛 做微分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 fx 就等於 也是一樣 先對外面做微分 所以應該是 2分之1 5-2x 的 2分之1-1的次方對不對 然後乘上 針對裡面做微分 所以應該是 負2 OK 好 所以這乘完結果呢 就應該等於 這個 2分之1跟負2就變成 是負1嘛 然後 裡面應該是 5-2x 的 2分之負1次方 OK 那如果剛才你把寫得 漂亮一點的話 應該是等於 2分之負1次方代表是多少 就是 2分之1打根號5-2x嘛 負1嘛 代表就是導數的意思 那這裡不是負1 我放上去 OK 好那就是你的答案 好這給你看一下